继续讲解如何处理有E 函数的微分法 首先,这个函数是由两个因式组成什么成什么 而每一个因式都是受到X 影响,即是X 的函数 要D 一定要用直法则 所以根据逻辑 D Y D X 应该等于保留第一个因式 D 第二个因式 然后另一个就是保留第二个因式 D 第一个因式 所以根据这个逻辑 X 二次减三,X 保留 而4X 和X 并不一样 所以就会发动直法则 先处理外框,便会变成E 的 4X 次方不变 但还要处理D 回 4X 当然如果你实际做惯了,便会直接写E 的 4X 次方 再乘4,未必会再写这个 所以同样道理,E 的 4X 次保留 行与行之间尽量保留空位 抽公因会方便很多 D Y 为 2X 减 3 先做一些整理 4X 次减 3X 的E 4 x 次方 再加2X 减 3 的E 4 x 次方 抽公因,明顯E 4 次方 出现在两个行内 4x2次-12x,再加2x-3 所以就是4x2次-10x-3e 的4x 次方 留意有没有因式分解 在这里想爆露也想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最简法的写法 另外第24题 dy dx 首先6是一个常数 所以基本上只有一个x的凡数 抽出6,然后d 然后我们只需要发动脸色法则 因为指数和x不一样 所以就会有脸色法则 d e 的不知多少次方 基本上是不变的 因为它涉及三个阶层 所以大小要分明一点 然后再处理直法则 就是处理剩下4x加7的5次方 然后这个就等于我们以前学过简单的版本 把5抽出来 4x加7变成4次方 还有因为4x加7 和x不一样 所以就要用到脸色法则 当然也是一句 正常你会直接写4 你不会写那么多 所以我们会写4x加7的4次方 最后再写4x加7的4次方 最后再写4x加7的4次方 所以大部分书的格式都会跟这个次序 最后再写4x加7的4次方 再继续讨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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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讨论 但是因为它的指数和x并不一样 所以就会发动到脸色法则 就要再继续乘回 D 的指数 然后继续下来,明显这里是两个几数相成的 第一个几数,第二个几数,所以我们要用到直法则 给它一个大库 D 第一个变成1,保留第二个 再加另一个项,保留第一个因式,然后D 第二个 所以X 保留,然后E 的X 次方 D 完之后,依然都是E 的X 次方 然后抽公恩,抽E 的X 次方 所以剩下1,再加X 所以结果就是1加X,然后再乘回E 的X 的E X 次方,再加X 所以再简化,抽马公恩 1加X,然后E 的X 次方 E 次方,再加1 基本上都是考虑直法则和链式法则 到第28题稍为难看一点 所以第一个因式,仍然是Y 5D 然后将它写成我们平时习惯的格式 即是多少次方 1 over X 即是X 负 1 次方 我们就写这个格式,然后开始D D 它的话,外围的二分之一次方 我们是懂D 所以D Y D X 就是把指数抽出来 然后指数减1 里面也是一样 但因为里面和X 并不一样 所以就会有链式法则 如果没有很纯熟链式法则的话 就不要强行你了 先抄下这个 让自己写下了 可以照着D 就不用在脑子里面想 D 这个3D Y 就是常数 我们要处理的就是后面 E 的几次方 这些方法则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再用链式法则 因为1除X 和X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把指数抽出来 然后指数再减1 因为X和X是一样的 所以就再没有链式法则 总共就是这几部分 然后将它简化 做回我们多数题目表达的格式 -1 over 2 这是1 over 开方3 加E 的X 负1次 即是1 over x 次方 然后E 的1 over x 次方 还有这个1 over x 次方 大集备放在一起 就是-E 的1 over x 次方 除下有2 x 次方 和开方 -E 的2 over x 次方 最后一提再做一件事 本身 我自己都不习惯用相法则 所以在这里 我会尝试用这个直法则 那我又把2x 的二次 然後2x 的5 x 的2次 那我開始d的了 現在 dy dx 首先我先用了第一部分 即是法則 d第一個 保留第二個 然後回到d 先用d第一個 e x 的2次 典色法則 還有2X 保留第二個因式 下一個項就是保留第一個因式 指數抽出來 減1 然後再進入D 正2 最重要是多一步去整理 千萬不要心急 2XE的X2次的2X加5 負2 這個就是減1 E的X2次 2X加5 負3 2 開始抽公恩 應該留下空間 其實我不喜歡等候 為了大家看清楚一點 我就照寫 E的X2次是公恩 然後是2X加5 我們是抽小一點的指數 去確保有正指數剩下的 所以我們應該先抽 負3 over2 裡面剩下什麼呢? 剩下2 剩下1 剩下2 所以2X乘2 2X加5 然後後面剩下 基本上就是剩下1 所以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整理好 X2次 剩下2 4X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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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X4 4X4 5X4 题目多数都是e的多少次方放在后面 当然这个写法也可以 但为了统一一点 我们都养成习惯e的x的二次 写在后面